事实上李尚福他是当了房长的首次出访 魏凤和首次出访也是去俄罗斯 其实重点不是李尚福去 重点是普京亲自接待 就是说普京表示热烈欢迎 特别自己出面 这个是很罕见的 因为这个等于是超高规格接待 这个表示俄罗斯目前的局面有求于中国 比如说日本主导的G7首长会议还没开 最近日本岸田也给了乌克兰新的经费 那眼看这个G7一定会针对乌克兰做最新的一次表态 事实上也盛传乌克兰将做春季最后一个公式 只是到现在还没有 因为前一阵子听说下雨下得很大 那地面迷命无法运作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当然就是在大量的备战当中 那也包括比如说 韩国不是也把火炮借给美国吗 那那个最后肯定要交给乌克兰 本来美国是叫韩国直接给乌克兰 韩国不愿意 所以等于是转了一个手 韩国就可以说我不知道美国交给谁 但是你去就责美国吧 不要找我 俄罗斯当然会感受到G7 乌克兰即将为最后一战做一个努力 谈判之前都会进二退一 这是基本战略 进二然后退一 你还是有所得 对不对 不像拜登对中国 我觉得他是进一退二这样 未来他会越来越麻烦 所以当然俄罗斯就要抓住 他认为最重要的靠山 比如说中俄贸易要继续挺下去 那未来如果有国际场合 那个中国的和平公事 现在争取到法国跟巴西的支持 他练球也要跳进来等等 这个事态当然也需要中国协助 我认为G7的看点 倒不是对台湾 而是大家要看首长会议 最后这个法国意大利 他们会怎么讲话 另外三国是England Sachsen 这个美英加 那再向日本 那这四国应该就同调 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 马克宏你去了中国一趟 那接下来就说 你要走独立自主的路 对不对 然后德国外长也没有洗你的脸 他到了中国 还是说马克宏那个独立自主 是大家的意见 那意大利肯定是更支持法国 因为他是地中海国家 因为中俄双方 事实上上次高峰会 他还特别列出未来军事要做合作 军事的合作你可以看到好几个面 第一个是业务上的合作 那第二个是演习上的合作 那演习我们讲白了 就是日本海印度洋 大概都处理过了 那接下来就是军工产业的合作 我认为因为李尚福他本身 他就是航太系统出身的 肯定在这里面会有一些东西 中国大陆有求于俄罗斯的军工技术 其实越来越少 长城预警雷达是其中一项 那另外一个就是潜艇的部分 也许还有发动机那个部分 可是中国基本上发动机自己 现在战斗机初步的发动机自己也做出来 那长城预警这一块已经传很久 大概传两三年 我认为这个东西即使沉了 他也不会告诉你 因为你讲的不敢是长城预警雷达 或者是那个中断反导 这个都是防御性的 你实作美国就会看到 事实上中断反导美国如果看到 那大概就会知道 他对中国射长城洲际飞弹 大概没什么用 因为这个只是在增加脊落的几率 因为你如果是在末段才进行反制 那有可能没打到 他就掉到你境内 那前段不能做了 因为前段你万一打到人家国内 所以中断这一段 就是一直大家都在努力的方向 因为这会增加很多脊落的机会 而且俄罗斯你也不能够说 他不会hold的一些自己的家底 大家都来交流 不会的 比如说我不认为他潜艇的技术会做计转 我认为不会 他目前的潜艇的核弹的布局是全世界最大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有自己的逻辑 比如说他潜射的 未来到巨浪山也不一定谁输谁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对中俄有共同利益 因为长城玉井雷达一般就是针对跨洲际的 基本上中俄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非常非常 上不封顶但互有保留 她最大的